Mio GPS行车记录器固定测速提醒原理 就是将道路上所有固定测速点建立成完整的GPS坐标资料库 资料库中还会记录每个测速照相点的拍摄方向、角度、速线等 以及可转向拍摄的双向测速点 装上Mio GPS行车记录器后 透过GPS定位按照行车方向与扫描角度 比对附近的测速点资料进行侦测 若发现临近测速点的拍摄方向和车辆前进方向一致时 记录器会立即发出提醒 前方有测速照相 提醒驾驶减速 相反,若测速点拍摄方向和车辆前进方向不一致 记录器不会发出提醒 若侦测到可转向拍摄的双向测速点 则双向行径都会提醒 确保安全 因为GPS测速是以坐标资料侦测 不做高低判别 所以在平面与高架重叠路段 会同时侦测桥上或平面的测速点 做出提醒 增加行车安全性 万无一失 贴心提醒 关于测速照相 在台湾一般都是拍摄车尾 MIO不会在经过测速点的当下结束提醒警示 而是在过了测速点之后 再发出贴心提醒 告诉驾驶以安全通过拍照范围 若有拍摄车头的测速点 则设定为双向测速点 在车辆经过测速点前后的固定距离 都会贴心提醒 MIO会不定期更新测速点资料 消费者可自行上官网下载更新 一般看到前有测速照相警告牌 代表距离测速照相点已经很接近 若车速稍快 会让人来不及刹车减速 造成紧急刹车或超速被照相的情况 MIO专利动态预警 依照车速与速线动态提醒 车速越快越早提醒 减少紧急刹车的危险 MIO GPS行车记录器 给您全方位守护 是您开车上路的好帮手